一家五口开着中巴车 正在环游中国 大家好 我是四水年华 戒备青海省和甘肃省的 我们从山下开上来了 巴志就到甘肃省了 走吧 佳佳美美 咱们进入甘肃省了 到甘肃了 去南州吧 南州吃饭牛肉面 吉拉观景台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青海省 这边都是甘肃的旅游图 走 去看一看 帽子一样的 慢点啊 佳佳 你的帽子发现了没 跟那帽子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啊 这人挺多的 都在拍这儿 看着天上 有彩虹云 对 彩虹云 挺好看的 有点帽子 呀 好像好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彩虹云好亮啊 看啥呢 老公 看远方 看远方 真开阔 老公 有个问题啊 咱们不是要去新疆吗 对 是烤羊鹿船吗 咱们去啊 咱跑到这甘肃来了 这说来话长了 停下车再说吧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太吵了 好吧 行 这里的风景真好看 特别是这个彩虹云 又变化了 看好了 继续朝前出发 老公 嗯 那个彩虹云 感觉今天掉窝里了 这一块出来 那一块又出来了 对 它是咋来形成的呀 我也不懂 不太懂 无法解释 哈哈 你坐不坐不坐不 我不坐 我还第一次看呢 我也是一次看 嗯 我只见过去 我也是不出现一点彩虹 对 其他地方都没看过这种东西 也不是圆的 是平行的 嗯 半个十米 有 天上可不值十米了 哈哈 一百米估计 嗯 不怕 不是它这一块淡了是吧 旁边又接着又出来一块 对 走走走继续向前 一共有五档 这来到甘肃这边 这个车明显多了 你看都是旅游的车 在这里观观景 前面呢有个湖啊 都在这里排着队 也不知道咋回事 到前面看一看 你看这些车到前面啊 他们也不进了 就掉头了 也不知道干嘛 不关系 我前面这个红车也掉头了 咱们到前面看看啥情况啊 好 票价五十 优惠票二十五元 优惠对象是学生级六十至六十九岁人员 临时啊 这我们也得掉头了 一个人五十块 就前面这一片湖 这确实不值得啊 那他一个票都没卖上 都是掉头了 这这湖有啥看的 咱们去西藏那么多湖 也没有说哪个是收费的 就咱俩是要收正价的票好吧 他山都是优惠票 掉头的多啊 不是掉头的 咱们也掉头 朋友们把车停下了啊 对面啊 就是那个湖 他叫嘎海 看着样子啊 并不大 那个啊 售票的是临时售票的 这里啊 风比较大 现在湖边啊 估计风啊 会更大 这 一个人五十块 临时售票 只能说现在游客比较多 但是大多数游客 都是 比较理智的啊 今天中午啊 我爸做饭做啥吧 行 吃个面条 还是坐在车里吧 外面风太大了 想不想去嘎海啊 我这不是看着这样吗 我是 不想去 哎 还是车里好 老公 爸在做饭是不是 对啊 少孩在看着是不是 对啊 现在没啥事了吧 是啊 可以说说吗 说啥 哎 哎 开始我问你的问题啊 去新疆是吧 嗯 这个事情我你好好说 也说 外套也脱了啊 给大家好好说说这个事情 这开着中巴去新疆 这件事呢 暂时啊 是放弃了 有很多的原因啊 最重要的一点原因 就是天气的问题 你像我老婆跟孩子来到西京的时候呢 当时恰好 新疆啊 有几个旅行的自媒体 他们呢 是刚刚走完这独富公路 然后呢 就集体啊 也不能说集体吧 就很多啊 就回家了啊 他们发的视频呢 我也看了 然后私下呢 我也是问过啊 这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气候的原因 新疆白天 确实太热了 这他们走完这独富公路 就到库车市了 库车呢 我也是去过的啊 当时应该是五月多份吧 那当时我开着那个面包车 白天啊 已经热的受不了了 所以呢 综合考虑啊 你看我们一家五个人 两个孩子 还有我爸 这什么最重要 开心最重要 舒服是最重要的啊 为什么年年 夏天的时候 这大家不是去西藏 就去青海 这些高海拔的地方 为什么 那说白了啊 就是为了避暑 我老婆孩子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也是为了避暑啊 所以呢 我再带他们去新疆的话 真的啊 我觉得太受罪了 太受罪了 每天都得洗澡 我们车里呢 又洗不了 想想每天汗流浃背啊 那真的就是不想去了 然后再说说咱们这中巴车 咱们中巴车啊 目前看来去哪里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海拔高的地方 现在这里是三千多的海拔 四千多米也上过啊 这高海拔都没问题 那去新疆啊 就更没有问题了 新疆地广人稀 路也平对不对 路呢 肯定比这高原的要好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媳妇也来了 媳妇 嗯 刚才在那里说呢 咱们中巴车 自驾游新疆 开着中巴去新疆 这就放弃了 理解不 理解啊 新疆很热啊 新疆很热 但是有葡萄干 羊肉串 咱们这个车空调啊 本来就有点毛病 我这一路从河南 开到青海那会儿 每天个背啊 坐在这里嘛 靠着这里啊 背都有点湿 那汗流夹病的感觉 那真的是不好受 是不是啊 新疆也确实是热 因为我也有关注 别的旅游主播嘛 看他们从新疆的 都放弃了 都回家了 他们也说的是热的受不了 一个是热 第二的话 就是现在光耗这个拍视频啊 这个钱也挣不住了 圆圆 明白吧 这次呢 我们一家五口 孩子放暑假啊 挣不挣钱 这说句实话啊 都无所谓了 孩子暑假 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就像老婆刚来的时候说的 在家辛辛苦苦一年了啊 两年一见 这暑假出来 放松放松 这不挣钱也没事 知道不人啊 就拍个视频啊 记录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就在青藏高原上 慢慢的转悠着吧 因为这个青藏高原哈 面积也大 海拔也高 空气也够冷 晚上盖着大棉被呢 现在是因为这个车 这门都关上了 所以说这里穿着长袖 如果我现在要下去的话就要穿棉袄了 因为现在外面的空气啊 就是风很大吹得很凉 对 这是个铁皮吗 说一说 反正这个青藏高原上目前应该是我们一家五口最好的选择了 最好的选择 怎么说呀 现在是夏天嘛 也是青青草原哈 环境也好 这个景色也好 这个温度也恰到好处 对 青藏高原是最好的选择 每天想开就开 不想开的话就停下休息啊 真的不错 你还算在话 想开就开 不想开就不开 咋了 说错了 你没看到网友说的就是 你都出来多少天了 你连西宁才多少公里 那他们是没有看到 咱们刚出来的时候在卢姑湖住了多长时间你说 半月 半个月车连一下都没有动过 连没有启动都没有启动过 这说这些话的人我觉得真的 没啥意思啊 真的没意义 等你出来你就知道了 旅途 不是目的地 旅途是沿途的风景 还有沿途的心情 就是这里好了 今天心情挺好的 这个地方挺有缘分的 多住两天 是的 这样好啊朋友们 然后家家明明 还有我爸啊 也挺喜欢这种生活的 旅居生活啊 就每天啊 坐在车上 几十公里 最多一百公里 就停下了 这种生活挺好的 昨天开了多少公里 远啊 五六十吧 昨天 应该有六十多公里 今天 今天也开了五六十公里啊 但是 今天这个环境不太行 还得朝前走 还得朝前走 对 因为这里是属于甘肃嘛 这旁边的车一辆一辆 太多太多了 它吵得很 我不喜欢吵的 你喜欢吗 就是待久了没见人的地方 我也想停停草 那今天就停在这里吧 不动了旁边是嘎海 你看得见 不行 这草地有点少 草地有点少 嗯 草地有点少 那行 我爸坐在这里晒太阳 爸爸 嗯 咱就不去新疆了 可以呗 嗯 去那都行 连河外都去那呗 嗯 这天气好 不冷不是啊 对对对 新疆是不是太暑 那拜天是 晚上也拐亮快 嗯 新疆是 这都行 高兴就行 朋友们 开心最重要啊 一家人 其实我的计划啊 本来是 去西藏 去阿里 人家说 不去阿里 就等于没有去过西藏啊 然后我爸也去过西藏 我老婆也去过西藏 但是从来没有去过阿里 当时想着就是到阿里之后呢 去那个改泽县 然后呢 在走那个明峰线啊 那个是一条新路 但是呢 我想了一下 阿里呢 平均海拔太高了啊 那个路的话 差不多都是四千以上的 四千以上的 虽然说我们一家人 慢慢会适应 但是的话 整体的话 对孩子啊 对我爸 那也不是很好 海拔太高呢 反正是对身体不是很好 然后到明峰那边啊 就说了就热了啊 南疆那边 但是话说回来 新疆啊也有凉快的地方 但是凉快的地方 怎么说啊 几天啊就走出去了 那也不太行 就面积啊不太大 都是比较分散 就在青藏高原吧 就在这青藏高原转悠吧 我下去 给大家航拍一下 这个 嘎海的风景吧 航拍一下啊 今天这个天气啊 灰蒙蒙的 我估计啊 这个湖面啊 航拍起来 也是灰色的啊 我自己的经验 然后呢 新疆 还有些其他原因啊 咱们这个车呢 比较费油 也比较笨啊 开起来呢 也是比较慢 然后到时候 我们一家人回去啊 那距离啊 也是太远了啊 暑假的话 还是慢一点吧 当然 这些话呢 我并不是说 要解释给谁听啊 我只是 把我的规划 把我的想法 说给 关心我的 网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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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爸跟我老婆正在做饭 有火腿肠 还有韭菜 还有面 还有鸡蛋 咱们晚上吃什么人啊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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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我在这里看着 等一会儿看着谷好吧 锅已经烧上了 慢慢的煎 我爸弄了点面粉 您能这弄啥不吧 水煎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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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 开始铲了 我爸弄的水煎煲 出锅了尝一尝 嗯 太好吃了 这个真的是香 大伙看看 皮薄 馅儿多 来 嗯 真不错 焦香酥脆 嗯 好吃 小狗 肉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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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